鄉親活動騎到現在 大家有看 在台灣這個社會慈濟主席這兩年 其實說實在已經不夠 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慈濟功德會 慈濟就是教會的了解 應該是慈悲祭祀 他也做到了這些 但是為什麼慈濟其實不只是現在 一直在整個社會裡面 會有一些爭論 議論紛紛 因為他的原因就好像他被世界 跟台灣非常多不只是華人 對他的尊敬是有原因的 可是議論紛紛 甚至於到現在跟整個社會 有一些某程度對立 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那麼一尊宇宙大厥子 33萬 65公分 那那個人是誰 這個價錢 社會能不能接受 又變成新的焦點 讓我這裡為各位介紹現場 給我來賓 那位資深媒體記者 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新新聞也是一樣 資深媒體記者 陳隆豪 大家好 還有就是醫師潘憲志 大家好 網路觀察人家 朱學森 各位大家好 一樣資深媒體人 我們的鄭師陳 老師 大家午安 是 水町 這一天 這兩天 甚至於這一兩個禮拜 有非常多的爭論 其中這兩天 又有一個 跟實際有關係的 一個討論的議題 就是這一尊 叫做宇宙大厥子 那麼有15公分 一直到 中間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就是最大的 60公分 最小15公分 這個多少 33萬 這兩天就有個爭論 除了他的材質以外 第一個大家在問一個 是說 既然是宇宙大厥子 大厥子我們知道是 布達是佛陀 可是有很多人說 他就是正言 法師 本能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 一種討論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 所有的一切都從上個禮拜 因為四朝會的一場 等於說 替實際挺身而出 他自認為 然後上片節目以後 造成社會花燃 所有的一切都從這裡開始的 我突然間想起六組 禪宗貴能所講的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成哀 本來是為了 慈激在內湖的一塊 保護區的一個 開花的一個爭議 沒想到因為 這個不是主角的人 配角出來搶戲 那目的沒太刷了 今天又有網友 把這個所謂的 宇宙大抉者這個事情 拿出來以後 一尊33萬 那麼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他的相貌 並不是我們典型的 所知道的 就是西達多王子 不是他的法相 所以看起來像誰的法相呢 看起來讓人家覺得 像是這個世政妍法師 也就是慈濟的精神領袖 那麼所以造成 包括很多的佛教人士 包括很多的網友 我現在在這裡告訴各位 實際從市政妍 他年輕的時候 身為一個比丘妮所看到的 一滴一灘血的故事到現在 他的發心起心動念 那時候 還有30個花蓮的流星 每天這樣欠欠欠欠欠五塊 帶一個木頭製的一個 你們把那個錢丟進去以後 靠這個買菜 然後五個常注重 五個每天固定的這樣子 去弄蠟燭 所以每個月能夠存到1000多塊 成立一個叫做佛教課難慈濟公德會 請聽清楚叫做佛教課難慈濟公德會 我希望慈濟公德會呢 他的發心動念 莫忘初衷 慈濟這些年來所做的一切 在所有的災難國內外所做的一切 我們都是肯定的 沒有人否定過 但是當你每年收到90幾億 100多億的時候 你的膨脹到五語附加 然後你的土地這麼多的時候 你必須收到大家 很嚴格 尤其是社會各界 尤其是捐贈者很嚴格的 這個等於說審視跟檢視 這個東西我告訴各位 30年前 我們在佛教文物中心做主任 我也不敢說每天啊 但我常常去找他 所以翻遍了佛教很多的這個等於說書籍 那時候最流行的就是 林清玄的菩提系列 所有的佛籍 我個人沒有宗教信仰 但是我為了我太太嘛 就把佛教所有的故事 包括最難讀的大藏經 我都讀過 佛教裡面他的教主 其實就是希達多王子 就是在印度 其中一個七個王國裡面 其中一個王國的王子 也就是未來的王位繼承人 他因為看到裡面的金幣輝煌 跟奢侈 跟走出去以後 他沒有老百姓所受到的辛苦 所以他只要出家 可你不要忘記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有一種 我們有一種水果 一粒一粒叫做石牆 為什麼 因為他長得很像 石牆毛利河他的頭頂 一粒一粒 號稱72大人像 什麼意思 因為當時沒有那個洗髮 所謂頭都剃光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 一顆一顆一顆的髮計嘛 為什麼這樣講 你可以去翻 由於日本開始 到中國到台灣到緬甸到泰國到印度 哪一個如來佛主像 是這個所謂的宇宙大絕者 Go 宇宙大絕者沒聽過 為什麼呢 或許釋迦牟尼佛 他是在某個宗教 尤其是佛教嘛 他有很深的人生哲理 我比較認為這個佛教釋迦牟尼佛 講的都是道理 都是哲理 可是問題是 我從來沒有聽過 有一個叫做宇宙大絕者 這個說法 那是你們自己說的 更何況 你說 釋迦牟尼佛 因為一個紅髮的人 怎麼會胖胖的 所以要弄成瘦瘦的 我不知道 郡母是虔誠的佛教徒 我不知道身為凡人的 我們可以決定 佛陀的像是應該胖還是瘦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所有的一切 都是根據前人跟佛經佛典 所留下的一切 所以我們做了佛教的精神 更何況 紅髮的人 難道就應該瘦嗎 那請問你 高雄佛光山的星雲法師 是個瘦子嗎 不管怎麼樣 所以我從一般的社會的想法 有一句話我從沒聽到 就出家人怎麼樣 不打狂語 也就是說社會的期待 還有他們對自己的要求 就是共會為新陳義正 語出才有信 那因此我們面對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所以有一種程度的兩難 我們社會可不可以質疑他們的說法 那麼顯然這個開放社會認為是可以的 因此就有人把世昭會 在2013年他寫下的這段話 現在大家都讀得到 我們就給各位讀讀看 那麼有關於剛剛講的這個宇宙大抉擇 到底現在所傳聞的 是其實是以正言法師的臉 來做為他的這個魔 所做出來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師昭偉的臉書是這樣 他說弟子們對於總有一天會失去他 這邊就是正言法師 感到深深的不審 因而將宇宙大抉擇的聖像 塑造成類似他的模樣 那麼師徒在有一天後正言時代 也就是如果他往生的話 在後正言時代到來之時 能夠在他們心目中 如佛的師掌雕像坐下 崇溫師掌丁 那麼這一段話被拿來說 致命那麼師昭會至少兩年前 他是知道那一種 或是他們內部裡面 這一個宇宙大抉擇的臉龐 其實不是佛陀 而是有意做成像正言 是不是 建制對於這樣的一個說法 當然很多人就覺得 有沒有 第一個講從這一個慈濟內部 其實對這一尊佛像 或者大學者真正的一個認知 是佛陀還是說 其實是他們心目中的正言法師 事實上 世昭會的這個解釋是兩年前 可是事實上 早在好幾年前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宇宙大抉擇像 它是實際在2009年開始推廣 也就是說差不多六年前的事情 不光是出了這個33萬的 我們講這個雕像 水晶雕像 應該它不是水晶 它其實是亞克力 33萬的水晶雕像之外 事實上在花蓮 花蓮的晉絲金色 它那個裡面非常的 就是說 富麗堂皇 不要講富麗堂皇 我們講說莊嚴 充滿法相 那在後面有一幅大壁畫 在幾年前 本來 本來它就是一個 傳統的佛教佛陀的壁畫 後來在前幾年也改了 也改成這個宇宙大抉擇 這個撫摸地球的壁畫 那甚至呢 這個大抉擇的這個雕像 它是在持續每年的 所謂的御佛節 我們知道嘛 就是佛祖的生日 這個是佛誕日 是所有佛教徒共同的 我們知道 如果你去泰國的話 那個就是潑水節 為什麼大家遇佛嘛 那就潑水 那個等於是 類似他們的國慶 對佛教國慶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持續在遇佛節這一天的時候 就把這個宇宙大抉擇 就是這尊雕像拿出來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在中正紀念堂 就是這一張法會上的照片 甚至連我們的總統馬英九 都曾經去摩拜過這尊 所以這個已經 已經變成是現在實際的一個 供奉的信仰中心 這樣做有什麼不對嗎 那在大概六年前 就有一些其他的教派的人 就出來講 是 他們說其實原理很簡單 就是剛剛瑞德哥講的 你現在去Google 釋迦摩尼佛所出現的圖片 真的沒有一個圖片 古今中外 從以前這一兩千年來 不管是圖片或雕像 釋迦摩尼佛的頭 絕對不是凸的 要嘛就是有黑色的頭髮 即使在我們講的 希達多王子時代 或是他後來成為教主的時候 這個剛剛瑞德忠講 那應該是三十二 三十二髮像 三十二髮像的第三十二個 就是所謂的髮際 髮際有兩種說法 一種就是他的頭髮 那因為呢 他的種族的關係會捲起來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說 欸不是他其實是光頭 但是他的肌肉會凸起來 那個叫髮際 總而言之不管怎麼樣 我們去看每一株釋迦摩尼的像 他頭上就是這樣一粒一粒黑黑的 這是無可置疑的 所以這個宇宙大絕者像 他是一個完全的平滑的光頭啊 這個是我們大概不會覺得說 這個是佛陀的像啦 那今天世昭會又出來 兩年前他自己講 其實他們是有目的的 是希望說如果有一天 這個正言師傅百年以後 弟子有一個追思的對象 可是呢幾年前佛教團體就在問 用這樣的像取代原來的 我們講布達這個釋迦摩尼 布達其實就是覺悟者的意思 佛教徒叫做布迪迅 取代原來的這個教主的像 那這個目的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說慈濟以後會有一個 新的教派 宗派 叫慈濟宗 慈濟派嗎 那其實我覺得如果要這樣 也沒有什麼好奇怪 為什麼 難道我們這個教主 釋迦摩尼是自己就創這個宗教嗎 事實上他也有很多的宗教淵源 每一個基督教宗教淵源也是天主教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事實上他就不是 也許就有一點不是佛教 而會變成一個新的教派 那這樣子 這樣子有什麼 那個血痕 是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 容我開個玩笑 布達 後面有三個字叫布達不相識 如果我願意接受他就是這樣子 我心甘情願 各位朋友我們看一下 這一尊啊 剛剛特別提到你說是壓克力 他用的是Lucy Lucy其實是一種化合物 或者是這個聚合素質 對 長鏈的分子 他上面寫就是金雕 那是淚水晶 使用這個作為主要的材質 後來我問過好像淚水晶 好像沒有這種說法 那不管怎麼樣 它硬度高 強度加 而且透明度高 常用於防彈玻璃的製作 第二個 此材質擁有水晶的透徹 與光的折射的特殊性 又比水晶更為珍貴 這是從這個禁師書宣的網站裡面 所得出來的 但是從社會的角度來講 很多人講說 這樣子要賣33萬塊錢 超出了一般人 當然至於願意買的人 他不會認為這是水晶 我當然知道這就是這樣子 可是一般社會對這裡是有意見 就是說這樣這樣可以賣到三三萬塊 這樣的詞醫師有道理嗎 我覺得我們把這個事情 分成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如果你是慈濟內部人士 你要怎麼決定你的教主是誰 你的如來法相長什麼樣子 坦白講我們這些外道 也就是本人沒有任何信仰 我們大概沒有資格指了他鼻子罵 好就算你以佛教教育來講有問題 那就算了 我先用一件事情為大家解釋 為什麼佛教內部人士有意見 楞言經裡面其實有講 他說自謂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 也就是你自己沒有被度啊 你沒有這個得到 但是我先度人 我說我很好心 我想要先幫忙 這是菩薩發心 這是一個果位 然後再來就是自覺以緣 能覺他者如來應是 也就是如來是菩薩的下一個果位 就是我內心我已經得到 而且我還可以讓別人得到 那這是我如來真身應是 這個果位是不一樣的 好可是現在產生一個問題 不管是比丘 比丘尼佛教慈濟十誡裡面 我最在乎有一件事情是不忘語 這是全世界所有佛教徒 甚至你只在家修行 你都要遵守了一件事情 不忘語意思很簡單啊 不要說謊 不要說謊 這個是最基本的五界裡面 最低最低的要求 就是你至少信了這個為善之道 你不要說謊騙人 但我覺得現在我對於 實際這樣子的做法 我個人其實我是外道 我不是佛教人士 我也覺得非常生氣 外道下面還有兩個字 你漏掉了 我沒有說這個 我沒有說這個 這個是人家教內才可以這樣稱呼 我的意思是請你不要把我當白痴 如來法項有標準的佛典規範 這個是絕對有的 你不能告訴我說 因為我們政言做了一個決定說 我覺得如來應該長這樣就長這個樣 然後你在騙我騙十方信眾說 對不起這就是我認為的如來法項 然後你把大家騙來拜這個如來法項 你知道這件事情很嚴重的地方是 這明明不是如來法項 這是政言本身 然後你讓你遇佛節的時候 大家來拜一個不是如來法項的佛項的時候 嚴格來講有很多人五體投地跪拜 你看到那些政治人物還在那邊膜拜的時候 結果你告訴我對不起這是如來法項 結果不是 如果是政治人物我告訴你那種騙應該 政治人物憑傷心一直騙 但是 但是其他的十方信眾呢 我相信你慈濟不會騙我 因為你慈濟裡面就有不忘語 結果我跑來會拜了 這不是我的信仰對象 我最後說一句 還別忘了慈濟十屆裡面有一個 第十屆是非常特別的 叫做不參與政治活動 高嘉瑜議員之前接到前交通部長菜堆 一張簡訊 簡訊大家上網去查沒關係 簡訊內容是什麼 希望你在協調會的時候不要發言 我告訴你我個人很期待你會當選喔 那如果你發言了我們會認為不太妥 那而且 如果你不聽話我菜堆當然變成垃圾堆 還沒講這麼明顯 他說別擔心 我跟你講我帶來一位師兄讓你認識 這個師兄平日行事低調 企業有成啊 改日若是你有事要求助於他的時候 他必定鼎力相助 所以我建議你還是不要在協調會上發言 對不起 這東西如果不是關說 什麼才是關說 你今天一個慈濟人菜堆前交通部長 竟然為了一塊地 做了最不該做的事情 是你本身的慈濟實踐參與政治活動 還關說那你有沒有騙我 你有沒有不忘語 上人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是的話 你要對他做什麼樣子的動作 這就是問題所在 由於這個內聚力是這麼的強 信仰是這麼的堅定 紀律是這麼的嚴明 所以可能出現一個狀況 懂好 不想聽的話在裡面聽不到 所以我們必須講話 那麼你能講我不是佛教徒 不過因為佛教是一個很普遍的信仰 不過我有一個觀念 不要著了像 不要著了像 因為我在看那個所謂的宇宙大學者的時候 我去比對了一下 比對什麼 你比對什麼 如果有興趣的人大家都可以去想 你用Google也可以 你去看一下那個慈濟法師 正前法師 正前法師他在慈濟那個講堂 或者在禁師堂的時候 他在講話的時候 有一個側面 因為這個宇宙大學者這一尊 這個我不曉得 他應該不 這不曉得算不算佛像 他的側面 他的側面 跟正前法師的神情 神態 就相似度比較高 你從正面看的時候呢 當然 因為他是一個五官 比較簡單的一個白描 所以當然不會那麼清楚 就是他抓的是一個神態神情 這是一件事情 那慈濟當然我一直都很敬佩 但是 你是不是需要去著這個像 對於一個修行的人來講 這是一個課題 那對於慈濟那一部 外面有很多批評 那有些東西我不認為是問題 就是說 你到底要不要花33萬去買 這樣子一尊 這個宇宙大學者 你知道你在買的是什麼 心甘情願 沒有問題 那不要誤導 不要誤導 至於說 包括很多人講到說 慈濟的這些金飾 是蓋得太漂亮了 我都覺得不是問題 你可以形成自己的一個美學觀 你要花多少錢去蓋都可以 它也可能會變成 一個建築上的一個指標 宗教建築的指標都可以 唯獨的一件事情 既然是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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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應該找了像 你今天因為一個 一個正延法師 那時候他跟一些人商量出來的 因為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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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抉擇 是正延法師 他們有一起參與討論的 是 有一起參與討論的 是 我記得好像應該是在慈濟 35週年的時候 揭幕的 是 如果你到花蓮慈濟 晉世堂去看的話 是 它很高 24公尺 24公尺高 16公尺寬 你是現在看 可能會有點震撼力 但是 需不需要把這樣的東西 然後轉化成一個 會找了像的東西 是 這應該可能會有為本意 是 這個原創作者黃養明 他是英格很有名的 這一方面的專家 他當初受邀來 做這個模的時候 或者 是 據他在說 現在這兩天所講說 他做的是大眾鏈 比較大眾鏈 但是後來 版權給他們以後 變成另外一個形象 所以事成 今天會引起的 就如剛剛 也許剛剛這個學生講 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做 跟東豪的一個是 不要著想 另外一個就是 不要狂語 不要妄語 但是今天 他幾乎變成一個 整個社會 就是慈濟人 整個社會都關心的現象 何以置之 台灣大概屬於大聖佛教 大聖佛教是 叫做入世佛教 所以入世佛教跟民眾 都會有一些 就會牽連 出世的話就是自己修自己 那我要講說 其實我不太 不想討論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宇宙大絕雕像 因為我要探討的是 他如果說這樣發酵下去 這一尊要請回家 要33萬 那請了很多尊回家 表示慈濟因為這樣 他的所謂的善款 會增加很多 你知道嗎 大家在討論一個焦點 就是這個 所謂社會的愛心捐贈 過度集中的問題 我那時候 十多年前做過相關的報導 東部的一些慈善機構 他們講 那時候我還不太敢講 他們都心裡就說 因為有慈濟在 所以他們要勸募一些款項 包括這個庇護工廠 包括醫院 可能要蓋一些比較 另外的設備 都找不到錢 我舉個例子 他們統計過 103年 總共這個慈濟捐了90億 那一年的所有的很多愛心機構 聯合勸募才3.5億 兩個相差25倍 這樣的一個資源集中 當然OK 可是問題是你的資源 有沒有做有效的運用 那其他那些需要愛心捐款的人 都募不到錢 那這個現象 大家都不敢討論 為什麼 因為慈濟已經大到大家 去探討這個事情 都要小心翼翼 我舉個例子 有個立委就講 慈濟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套到立法院 另外一個司機 因為是慈濟的人 跟他在那邊 爭得面紅耳赤啊 大家就吵起來了 你知道吧 你就知道說他們的信眾非常虔誠 可是我們探討是說 你這樣的一個現象 你越來越大 你的資源越來越多 以後會不會成為另外一個問題 對 慈濟這邊他們 剛剛發了一個聲明 我們說到簡單講 說他們強調 他們將會秉持財戶 要公開透明這個原則 去回應這個社會 那麼我們也說一下 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後面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台北西起庭科文的酒淋料 大力推動電子晚年 那麼蘇武就規定 為三位一樓開始 殯儀館全面禁止懸掛傳統的晚年 不過畫家楊松壽他就控訴 他親手寫給他父親的晚年 居然遭到二兵的強制採除 來我們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我寫給我父親的 你為什麼要阻止他 我寫的時候是掉了眼淚 要不心裡淌血 哽咽到幾乎說不出話 知名畫家楊松壽 親手寫給父親孝思晚蓮 但孝心卻被無情践踏 中小女生都是我父親教的 他高零92歲的父親日前辭世 3號在二兵辦裡告別室 楊松壽和女兒花了四天時間 跪在地上 寫出20幅書法晚蓮 一筆一畫灌注感情 原本要拿來送父親最後一程 不料二兵人員卻不準 甚至強制拆除 當我出來之後才發現 所有的晚蓮全部都清潔光光了 完全都拆除 我覺得這種行為是非常的惡劣的 等於是說非常霸道 你打到商家的痛處 我現在是最恨的就是 我們最深的最沉痛的時候 你打了我一下子 楊松壽憤怒在臉書揭發 作家張大春也加入聲援 臉書兩度寫出 柯文哲變成柯文格勒 怒批強拆商家萬連 是暴政暴行 政策的方向是對的 但是在執行上 司法過當的幹什麼 我們還是態度在修正一下 在做法上有一些比較 我們會在檢討 大概快到九成五的民眾都可以 都可以接受這樣的一個使用規定 剛好我昨天早上就參加一位長輩的上 超過90歲 現場在一兵 不是二兵在一兵 他真的就是用電子晚連 我看到譬如有民政局局長的 我看到有這一個台北市市議會議長的 某幾個議員 但是我沒有看到其他的 長的譬如說晚連像這種瓜糊的 不過建志你是心理醫生 剛剛這楊叔叔他講的 這我們最沉痛的時候 最傷心的 我爸爸從小帶我寫書法 我寫這個晚連寫給我父親 他們憑什麼還有為什麼要猜 站得住腳嗎 這當然是有他的一個脈絡 不過我剛剛我要講就是 剛剛有官員出來講 民眾的接受程度到9成5 不好意思 那還是有5%的人不能接受 所以這不能接受的這5%的人 你要怎麼去處理他 其實這就是一個技巧 所以當然柯醫師也出來發言 就是說人家有這個批評 那我們就改 不過我倒覺得說 我們很尊敬的張大春作家 講了這一句 我覺得是有點過火 他說柯文哲做這種事情 是柯文革 不過我要告訴他啦 他講錯了 他真的講錯了 為什麼 不是柯文革啦 你如果要罵 你要罵好衛兵 為什麼 紅衛兵嘛 好龍兵嘛 所以我們應該罵好衛兵 為什麼很簡單 好龍兵做了什麼事情 對 因為我們拿出這個 台北市政府的新聞稿就知道了 所謂的這個電子晚連系統 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大家仔細看一下 民國102年5月28日 其實這套系統就開始已經在建置 已經在推廣 事實上它是一個逐步推廣的過程 本來就預定今年要上線 大家也知道嘛 那個所謂的電子晚連 它必須要有一個電視牆嘛 LCD面板嘛 那當然是去年就發包啦 其實早就蓋好了啦 所以這個 其實它就是一個好歸科髓的狀況 不是說柯文哲決定要這麼做了 好龍兵時代已經逐步的開始這麼做了 一直到 今年的2月26號 那殯葬處 這個才出來講說 OK 我們覺得應該使用接受程度已經9成以上 所以我決定從3月1號開始 禁止懸掛各式傳統晚連 也不接受傳統晚連的代售業務 好 那我請教一下 那個司成 司聚母規定不能管 我掛了 我愛了誰 我愛了誰 對 沒錯 為什麼一定要拆掉 而且講難聽點 這個沒有第二次耶 你把它拆了以後 它傷你總不能再來一次 我要強調的是推廣我贊成 就是大家開始做環保 可是推廣跟強制是兩碼事 你推廣你有電子的 我可以用電子的 我慢慢減少這個 所謂掛腕簾這樣的一個習俗 我可以接受 可是人家在商禮當中 你去拆人家的腕簾 而且是他爸爸叫他寫的 然後他跟他妹妹這樣跪在地上寫 掛得好好的 你把它拆下來 我覺得這個語情語理 都不合乎我們這種這種心態 因為那是個 但是他跟你講說 語法他站得住腳 按照劍志兄講 語法他站得住腳 而且他是漸進士 其他語法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柯是這樣 今天 對 他講話 因為 不是 你語法站得住腳 問題是這種商 我講難聽一點 我想瑞德兄很清楚 我們一般以前啊 只要是商家 站地去做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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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靈堂 沒有警察敢取締的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因為那是商家 人家是家裡有帶人 對不對 如果真的今天是 站地辦商事 影響的交通影響的其他 是 去 太多我不管了 他認為要強制行 我個人可以接受 是 可是情況這樣 這個情形水掉 跟在 靈堂裡面 我還是我那一句話 我掛這一些 晚連 更何況 我昨天看到那個 大概45公分 他也只能寫四個字啊 對 如果是你還可能是 架反夭持 倒歸 對 架歸倒三 沒有 晚連沒辦法 為什麼要這個 為什麼要這個態度 是不是柯批給人家這種 這會給他一個什麼 這件事情 我跟潘英師有不同的看法 為什麼呢 好歸難道就要磕誰嗎 你已經去年12月25號做市場 到現在三個月 我那天看到我嚇了一大跳 2月28號的時候 我突然間看到這個新聞對不對 說3月1號開始 全部禁止 在台北市的一兵二兵 全部禁止這個晚年 全部要用電子晚年 不是說電子晚年不好 你不要忘記啊 台北市要禁止老百姓燒精子 也是循序建築好多年 慢慢慢慢慢慢 那才改的嘛 民宿的東西不是你說的就該 還有民宿的東西不是說 那個人情市長說的啊 所以現在這樣啊 算關我屁事啊 我只是按照這樣照張辦事而已啊 民宿的東西就是民意 民意你要尊重 你要慢慢才能一封一數 為什麼這樣各位將心比心啊 去年3月5號 我父親去世 去世以後告別式嘛 對吧 我們都必須要辦告別式嘛 告別式不是辦我自己的意思 你知道嗎 是辦我父親去世他的意思 所以呢 一樣父親需要晚年父親 我父親過世的時候 過世前特別交代 禁止去要馬英九跟吳敦義的晚年 你知道嗎 不要不要耶 禁止 絕對不准 他說因為我是長子啊 他說特別交代 絕對不准給我掛馬英九跟吳敦義的 所以我掛的是 蔡英文的晚年 你知道嗎 你說也可以掛這個電子晚年 對不對 不是年輕人 不是電子化 就一定要老人家能夠接受啊 你知道嗎 從實際狀況來講 你也沒辦法掛長的 我跟各位 我跟各位沒有錯 沒有錯 但是呢 通常我們會折個腳 讓人家露出來是誰是誰是誰嘛 因為老人家做送書是 老人家是辦給大家看 這樣嘛 做送書當然嘛 不是根據我們自己的意思而已嘛 這個阿嬤 今天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說拼白的 我的眼淚看到的人流出來啊 96歲 莊豬玉女阿嬤 我們剛才在說慈濟嘛 對不對 慈濟當然很偉大 拿人家管理錢對不對 去做好事 莊豬玉女阿嬤 國口偉大 為什麼呢 他為朋友來到台灣之後呢 艱苦過 後來 自己跟自己的警察 自己的身心 賺錢之後 賣出市場五十年來 煮這些飯煮做餐 給這些工人 無依無靠的人家 為一塊錢 還要象徵性收十塊 所以為什麼要了解 社交通室啦 為什麼這樣告別式 全開人可以送行啊 你不可以忘記 在南部 他還要做一個動作 叫做點主 什麼叫做點主 點主 就是我們 比商禮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儀式 好 你今天說 因為晚年不環保 今年二十五萬分 你要消掉 很不環保 那我問你嘛 你今天 你在告別式的時候 你送那些火 可以放一點多錢而已 我說特別喔 你送的鮮花喔 不能從無使用 從無使用 我可以告你啊 你知道嗎 一個多小時就要浪費這些鮮花 好 再來 你拜拜那些所有的東西 沒有人在吃 全部都等到 拜拜 讓王者吃這些東西 全部都等到 不環保嘛 我現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一風一俗 我沒有意見 但是要循序漸進 你知道對商家來說 爸爸媽媽媽還是家的人 過世紀再一次而已 那種心裡的 寫我追世的話 還是怎麼樣 那個對商家的影響 那個心裡面的影響很大 包括誰來都一樣 我要告訴你 去年有來到我 父親告別式的民意代表 我在去年 11月29號的九合一 全部去幫他助選 全部告票當選 為什麼 我欠人一個政 我欠人一個政 所以我要害人嘛 所以你要知道 要以民俗裡面 尤其是商家北俗裡面 不是你想像中 這麼簡單 柯文哲他今天已經知道 事情的嚴重性了 你應該要小心傾聽民意 而不是說 我覺得應該要移奉義俗 我不管是被郝龍斌弄的啦 郝龍斌都不知道在哪裡去啦 你現在都要掀他的五大案了嘛 所以柯文哲現在身為台北市長 你就必須要 就算有5%的民眾有預定 你也不能因為95%的同意 就讓那5%的民眾 讓他們的家人不能含笑酒泉啊 我這麼講 作為主持人我這麼講 我們擔心 其實今天我們兩個議題放在一起 前面的慈激政言法是 台北市新市長柯文哲 這個概念叫做造神 這不會是好事情 對他們本能 對社會都不會是好事情 所以有沒有可能 就是當柯P在做這些指示 或強於執行的時候 他形成一種風潮 就是說 他就說 最後 人情異理全部不管 反而被踩在地上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讓我稍稍掉個書袋 君子之得風 小人之得草 風行者草野 那因為這個講的是風俗 是民情 不是違反交通規則 也就是今天這個東西 我講明一點 像剛剛潘醫師有講說 之前有宣導 是以為我們家每天都準備好死人 所以我每天收看說 今天一兵告訴我說 接下來要這樣做 就是這個風俗 我講話比較難聽 請大家見諒 就是風俗不是這樣子的 反正味道 對我就是外道 我嫌不外道 沒關係大家怪我 但我的意思說 在這個部分 其實大家也要注意 就是我們都是為慈濟好 為政言好 為柯P好 所以不希望你因為底下的人 酷死 仗勢而做的錯誤的事情 什麼叫錯誤的事情 就是你宣告了 你通知了 說因為環保的問題 其實我也同意啊 因為他說這每次 這個商家寫這些晚連啊 之後要燒 他說一年要燒要25條 25萬條 非常非常不環保 這位都同意 可是當你做的宣導的時候 如果就95%以外 那5%的商家不能同意的時候 強拆是件很荒謬的事情 也就是我可以跟你講說禁止禁止 但人家很傷心很傷心說 我一定要有愧這個親恩 我一定要掛 你就讓他掛了 因為這個沒有法條規定說 我要依法要處理你 或者是我不執法 我是獨職 既然沒有這個東西 你不要 我覺得這樣講 這個媒體今天這個新聞會爆大 就是或多或少 我想這個 這個趙納春也覺得 是不是底下官員 覺得柯文哲 現在把這個風聲火起 拉起來之後 我就是鐵面無私 你敢掛 我勸告你 我勸告你不聽 你走我就拆 因為這個做法實在很難想像是 我勸告了 你說這個是我親筆寫 或者是我父親 因為坦白講很多喪事 是辦給老人家看的 是他的同伴 他的從小的親友 要看說那個風不風光 我也同意也許這個 我們做一個很大的LCD 是可以取代的 是 但做到這種程度 執法到這種程度 我覺得講明就是 我剛剛一看這個畫家 掉眼淚樣子 我實在沒有辦法跟他講說 對不起 依法行政 就是這樣我宣導了 你沒辦法 因為他人家真的就是一輩子這樣子 甚至我知道勸導人很為難 勸導人也不能跟他去講說 下一次希望你記得這個不要掛 我覺得其實應該講第一線 第一線的人也為難 所以我覺得其實柯文哲也要知道 就是就像慈濟一樣 我們譬如說我們罵很多時候是因為 像菜堆官說 供高我慢 那你底下任何的公務員 他其實是打著你的旗號 因為你就是要蓋瓜承擔 我覺得這個講簡單的就是這樣 所以柯P之所以後來說回來 他也是覺得說 我不管怎麼講 就算那是好歸瞌睡 就算那是底下人執法不當 但我都要蓋瓜承擔 我覺得柯P要小心的是 未來會有很多類似的事件 是怎麼樣你都蓋瓜承擔的時候 這不過就是一開始的小小的震撼角度 我覺得這個事情 不是說你講說執法不當的問題 柯P自己要注意 因為這個事情 是執法不當還是說法不當 不是 這是他的企業文化 如果把台北市政府當企業文化 這個企業文化正在改變 就當柯P要這樣做 他講1的時候 下面的人抓他的味道的時候 會從1變成10 也就是說他要的是禁止懸掛這些晚連 那下面的人會說 我不會告訴柯P說 或者陳吉 或者他的主管 不會告訴柯P說 這個下去會有多大的影響 甚至他們沒有考慮到執行面的問題 結果你就看到 用比較粗暴的方式去做處理 那這樣子的事情 對柯P來要小心的是說 你的政策裡面 因為你要這個結果 下面執行下去的時候 那個力 因為大家認為你是庫力 執行的強度力度非常強 這一個下去造成傷害 這種傷害一造成是無法挽回的 是其實如果這樣一個作風 你去對財團 然後兩邊幹起來 他再跟你鼓掌 對 沒錯 可是為什麼 這樣的一個區別 他下面的人分不出來 這讓他覺得 因為他們會揣生柯P的個性 是好 那柯P為什麼會讓他的人產生這種個性 這其實是需要討論 我們這段時間到這裡 後來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柯P從選前一直到上任市長到今天 我們必須承認 我們甚至給他鼓掌 就是說他帶來了一股清新的力量 不是只有風氣 是力量 可是從二斌這一件強拆 那是萬年的事情 讓人家在想就是說 那是不是柯P所帶的人帶錯了 還是柯P自己 自己本身要負一些責任 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說真的很難令人家接受 這個當柯P跟社會局長在台上 直接訓話社會局長的時候 你沒有想到 當然柯P認為說我沒有錯 對不對 一個個性的直來直往 這是他的特點 可是你沒有想到 當在台北市做到一個局長 是很大的一個官 他必須領導同域下面的人 當社會局長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問你 所謂其他的各局處 首長跟下面的公務人員 他會怎麼看 你說一 沒有人敢說二 你知道嗎 就這件事情來講 我為什麼說我跟潘醫師的想法不一樣 不管他是不是好龍斌時代 那個宣傳多久幹什麼 現在是你柯P在當市長 你必須概括承受 你知道嗎 你這件事在處理的時候 你沒有想到後果 因為你柯P的聰明材質 你沒有想過他的後果 我剛才已經說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商家 我自己的親身體驗 我也覺得說 你怎麼會做一件事 所以告訴各位就是說 這件事要從常記憶 然後你必須要修正自己的看法 然後包括你現在 沒要讓人燒那一百八百的扣錢 對不對 你現在是統一載到福德坑垃圾場 分化爐去燒嘛 那你能跟你說 燒還是有問題 所以不讓你燒嗎 遺風遺俗 要慢慢來 我說不客氣 你今天在中南部做一件事嗎 等一下 你的見識 是 我相信那些官員 如果在正常情況之下 應該不會做這個事情 你馬賽第一個 他並不造成立即的妨礙別人的嘛 那為什麼他 難道真的是因為 他們認為柯P會造他們 會處罰他們兩個 如果他不執行的話 因為有人會認為柯P真的會這麼做 為什麼3月要開始 人家來檢舉 今天已經3月4號5號了 3號4號了 過3月1號 還有晚連在那個地方 要給他掙銷 所以這些官員會不會有這種擔心 我相信是會有啦 說不定也許過了一陣子 柯P要把各個局處的各種 業務的推廣數據拿出來 你知道網路上都有人 列出柯P新政進度條 現在1% 3%到哪裡耶 當然他們會有壓力 也許只把過當 不過這些事情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誰敢跟柯P講說 你這樣做可能是不對 不是說不好 不會不會 我相信 因為我在柯團隊待過 柯醫師常常講一句話 就是說一個團隊的好壞 決定與壞消息往上傳的速度 柯P就出來講啊 電子晚連的大方向是對 但只把過當 各位都講得很對 其實柯P自己也反省了 那我要講 如果講到這個一兵二兵 其實歸誰管 民政局 民政局現在的局長是誰 藍世聰 我昨天就有看到藍世聰的電子晚連的頂頭 那因為他之前也在我們柯團隊裡面 我要講藍世聰局長 其實你看到他就知道 他就是一個很文文儒雅的人 他也當過明代 我想他跑的紅白場 那是上千場 光這段時間陪柯P去各個廟宇裡面 選舉權陪柯P到處去走 上百個廟宇我想都跑不掉 他不會不知道這些人情事故的啦 但是學恆 那不是議員送的 是子孫自己寫的 唯一就是說 如果這個官員連這個都沒辦法去欺騙 真的會中間 我覺得先講兩個東西 第一個 這個狀況為什麼會這樣子 很簡單 讓我再講 再釣一個書袋 對我剛好今天背了一些東西 對 你還要站起來 小心一點 小心不要被書袋打到 好了自古有雲 楚王好戲腰 宮中多二十 因為很簡單嘛 楚王只是喜歡腰系 就宮裡為了迎合他 就結石結石結石 最後就二十了 這叫做腰系 腰系逼腰系 對 但我得要講的是 這有一個挑戰是 他非常運氣不好的 其實是有一個連續性的 也就是柯P自己講說 我不是晚連不跑紅白鐵 然後這個東西 就被一路延到這個地方 你其實不能百分之百 怪公務員 因為對公務員來講 我老闆連紅白鐵都不跑 也不給晚連的話 他都叫他自己印 結果現在有人自己掛了一個紅白鐵 我會被嚴格的懲處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那你不是把官員弱智化嗎 不准聖武官員所長送紅白鐵 弄到最後 連自己小孩子寫的紅白鐵 跟四五官員都分不清楚 你不是把官員弱智化嗎 我講明一點 他被罵你負責嗎 但是我其實還是要勸戒 我想最後我們還是不要單純只批評 就是我希望北市府日後 不要大愛電視台化 我講話很直接 你現在去看大愛電視台 他知道你如果這輩子 或這個星期只看大愛電視台 你知道慈濟這禮拜被批評嗎 你不會 你會看到慈濟解釋說 我們買這個內湖的保護地 是基於如何如何的好處 然後你也不會看到 宇宙大抉折被人家罵33萬太貴 這不是問題 可是當你一路掩蓋真相久了之後 我敢講你在裡面認知 你甚至不敢提出批評 你甚至講更明一點 你不知道有這些批評的時候 你要如何應勢力導 如何隨著時代進步 所以我覺得現在 我們從兩件事情裡面 都可以學到一些事情 是 好 我們先到這裡 收拾一下後來繼續 謝謝 生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 尤其是死 但是師承碰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台北市政府就是說 有90%到95%的人 他們是同意的 用這樣的一個基礎來思考 這樣子說真的 也是值得討論的不是嗎 我覺得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日本民醫說 人家說你這個成功率有90% 他說對不起 對於病人來說 家屬來說 只要我這個例成功就好了 其他的百分之幾 跟我沒關係 回到這個東西 不是95%引導那有事 說明那5%引導有事 所以你的統計數字 對我商家沒有意義 是 我認為說 我覺得科必要注意一個 就是說你底下有行政材量權 因為科必上次一怒說 你們那些所謂的違規熱區 下個月如果數字這樣 你給我試試看 結果大家都開始在大量取締 可是商家畢竟不是交通 他是沒有不能再來一次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 科必要注意這個現象 你底下的所謂這些官員 揣摩你的意思 有些東西是可以有他的執法的一個 衡量的一個 他就叫緩衝 不是每個東西都要這樣做 不然的話你看這樣子民怨累積 有時候我覺得這種東西 是會有一股反彈的力量 我覺得科必要小心 是 東豪 那當然他的出發點是環保 那有人就講了環保 說真的如果這麼 科必你不要去跟他放天燈 嚴格來講 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真的會 所以你做很多事情 說真的人家就回過頭來問你 那你做的徹不徹底 這個完全是他的性格 我們講說他亞斯伯克政 比較不懂的人情世故 所以他的領導風格 這當然在這種政治裡面 有他的必要 是 可是你就看到說 你以前因為你那個團隊比較小 所以他聯繫很快 而且你面對的是病人 你看他對病人的時候不會這樣子吧 但是因為你這個時候 市政那麼大的一個組織機構 你建立的那個領導文化 就會影響到現在看到這個結果 這還是一個 你還反應算快 我已經聽到有的人很想批評科P 就是說 已經差不多也三個月了 除了拆掉那個 那個中校西路的那個公設專業帶之外 科P建立了什麼 看起來有很多東西 但是市民對他的那個期待 散位期是有時間的 不過反應度我的了解到上個月是 當然他到目前是OK的 但是你一定要建立自己的風格 你要很明確的 你不能一直在 讓人家看到你只是到處在罵 在批判而已 因為你現在是市長 那你要怎麼去建立起來 你的施政的末端 你的神經末梢那一端 如果失去人的味道的時候 對整個施政團隊是個傷害 謝謝 謝謝